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干爹问 我们什么时候把结婚的事情办一下 这 周市长 金医生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们需要人帮忙 就带了一帮人来 是吗 太好了 你受伤了 没什么大事 不行 让我看看 你受伤了 这伤口必须马上清理 愣着干什么 快把军装拖了 好 忍着点 有点疼 嗯 清医生 怎么了 是不是太疼了 那我再轻一点 没有 不疼 我就是感觉 你刚刚说话的语气 还有现在帮我疗伤的样子 好像在我身上发生过 但我搞不清楚 到底是我的幻觉 还是它真的存在 你以前 是不是帮我看过病 治过伤 不疼我 你以前是不是认识我 我 金医生 你怎么了 我 对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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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点疼 认真点 雨婷 你没事吧 我的心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在这 我让他来的 这里面重伤号太多 来不及转到医院 受伤了 没事吧 没事 这么严重的伤 不行 你得赶紧回去 我找个大夫 好好给你瞧瞧 找什么呀 金医生不就是大夫吗 是啊 我倒是差点忘了 不过金医生 不 梁夫人 是哪科的大夫呀 这外伤 你也治得了 这件皮外伤如果还治不了 就不配做一名大夫 盛小姐 麻烦请让一下 让我把伤口清理完好吗 今天早上干爹来电话了 我知道 我会向他汇报战况的 还有 干爹问 我们什么时候把结婚的事情办一下 这 冯司令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问呢 我呢 就擅自替你做了主 下个月的六号 我们就把结婚的事情给办了 我查过皇历了 即日 干爹也说 到时候他一定会来 梁夫人 到时候请您一定也要参加 和梁副院长一起 记得 千万不能沾水 好 盛娇娇 你演完了吗 演完了 就去做点正事